明显的飞安事故 还要来看到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23号 这一架德国旱沙航空的波音747客机 在降落的时候发生了触地重飞的惊险萤幕 这画面中你看到 飞机降落的时候跑道扬起了大量的烟尘 增加飞机还上下弹跳了一下 这段影片是透过一个 专门直播机场画面的YouTube频道 对外播出 好多人正在收看直播 那网友都被吓到了 直播主还说 这个是他看过最粗暴的降落方式 幸好触地重飞之后不久 班机又平安无事降落在机场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